来 降罪 李花 你好慈祥啊 你这样 让我想起了我爸 回来啦 他怎么来了 冯芳 你怎么样了 我 我真该死 我不知道你出事了 你这个傻瓜 有什么事情不能等到 我回来再说呢 非要冒这个险 我没什么事 我自己可以的 你不是忙着给芬妮 当护花使者的吗 冯芳 以后 只要你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到的 你放心 你是电影演多了吧 听着虚情假意的 一个是暴君 一个是明星 你们可真是天生 一队啊 冯芳 你晚上想吃什么 我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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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珠 你都熬了一天一夜了 非常累 你回去吧 有我在你放心吧 我会一直守着她的 珠珠 你都累了一天了 你先回去吧 没事 就是 你回去吧 真的 有我在你放心好了 我去买 那行 我明天再来看你 好不好 你自己好好的 拜拜 拜拜 男人就是这样 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啊 他们就躲得远远的 你要是不需要他们了呢 他们就拼了命地赶上门 我去买 好好休息 会一直守着你的 我跟你讲一下 那天芬妮的事 那天一个胖女人 奔着芬妮就往死里打 如果不是我拦着的话 她一定会被打死的 我当时要是知道 你受伤了的话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回来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叶博士 今天下午两点 有个座谈会 退了吧 那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有个演讲会 董事长让您过去 我不想去 退了吧 可是 刘强 把这一周所有的活动 全部都给推了 这 我想静一静 冯冯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 好吃的来了 都是你爱吃的 我不饿 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怎么会不饿呢 我真的不饿 你吃吧 冯冯 都是我以前没有好好地带你 你别生气了 李欢 谢谢你啊 我知道你现在挺忙的 你回去吧 别耽误你的事 你也看见了不要紧的 过几天就能出院了 你这病还没好呢 你这病还没好呢 怎么可以出院啊 就是一点小伤 回家养几天就好了 对了 我卡上有六万块钱 有一半是你的 什么你的我的 我是你老公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 我这次住院的时候 用掉了你的一部分 等我出院以后就还给你 冯冯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跟我说话 我觉得特别别扭 你能不能 跟以前似的 骂我两句我都觉得舒服 贱男人 对对 我贱 我傻 我二 我神经病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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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对你说话 是不太客气 是我不对 我以后尽量客气一些啊 芳芳 我的那个戏过两天就差轻了 我会好好过来陪你 你不是跟我说 要带我去迪士尼看米老鼠吗 等你病好了 出院之后 我们去看米老鼠好不好 还迪士尼呢 你想得美 你不看看自己 都留几块大洋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能去哪儿啊 我又不是说现在就去 我说等你病好了 我们再去 叶佳 她人呢 没来看你了 她干吗来看我啊 她干吗来看我啊 我又不是她什么人 她也没有义务来看我 小枫 小枫 你在吗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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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吗 小枫 小伙子 你这么大的声音 屋子里要是有人 早就出来了 大爷 您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这我哪知道啊 你呀 还是到外边想想办法吧 老伴 来了 你醒了 正好给你买了早餐 嗯 李欢 你可不可以 帮我找个女护士过来啊 干嘛麻烦别人呢 我带你去 这不好吧 没事 不好吧 放下来 小心腿啊 丢死人了 下次还是帮我找护士吧 不行 小心 哇 冯冯 把手给我 好 手 快点 那 给你治 好了 今天呢 朕伺候你用膳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来 讲嘴 李欢 你好慈祥啊 你这样 让我想起了我爸 什么 你以前照顾我的时候 也让我想起了太后啊 调皮 你更调皮 来 太后 用膳 尝一点 来一口 好吃 不吃 不吃啊 乖 叶波 把礼花电话给我 怎么 要人家电话干吗 强占人家妻子啊 叶波 小枫不见了 快给我 冯丰不见了 冯丰不见了 你就要人家电话 通知人家 你以前强占人家妻子了 哼 你这个人啊 当小三当得我毁三官好吗 你太狂妄了 明天晚上就会有人报道你 叶家三少当小三 哼 还是个男小三 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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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芳芳 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看外面都是推着轮椅什么的 我感觉还挺舒服的 我去租一个来 李欢 你回去吧 我为什么回去啊 我回去谁照顾你啊 珠珠啊 那都是外人 人家也要上班的 你老麻烦人家干吗呀 我不管 我要睡觉了 睡觉 睡觉不能蒙着头 对身体不好 我就蒙 你别睡了 你天天睡 你是猪啊 我整天睡了睡睡了吃 我不是猪是什么呀 你干吗 你干吗 你这是干吗呀 你老不让我活了 我想跟你说说话 好几天都没有听到你 唧里呱啦的了 我不想跟你说 可是我想跟你说 我不想跟讨厌的人说话 我当皇帝的时候 你讨厌我我可以理解 我都已经到现代社会 改了好多的缺点了 我没那么招人讨厌了吧 你为什么还讨厌我呀 因为你是段正纯 我讨厌段正纯 芳芳 又是你了 小公搞我段正纯 花心大萝卜千年僵尸 我最讨厌你这一脸坏笑了 是不是我现在成这样 你特别高兴啊 生意来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李焕 冯锋在哪儿 叶佳 冯锋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啊 你这该死的第三者 李焕我再问你一遍 冯锋在哪儿快告诉我 滚 你俩坏笑一准没好事儿 你俩坏笑一准没好事儿 我这笑得开心哪儿 非常非常地开心 因为什么呀 我当然要开心了 我接到新生意了 新单子 哎呦喂 单子这词你都会了 真时髦 是吧 老实交代 是不是我出事的那天 你故意不接我电话的 我就是故意的 你说你平时老那么欺负我 我得拿到架子 要不你怎么知道 我的重要性啊是不是 还拿架子 我看你就是为了 当护花使者 你就故意不管我了 不管我的死活了 不是不是不是 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 我不是故意的 你相信我啊 没事没事啊 谁让我是打不死的小强呢 芙芙真可怜 你不是小强 那件事情 真的是我不好 我知道错了 希望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其实 我一直都希望 只对你一个人好 相信我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